你好 欢迎收看行家论股 我是杜真林 有消息指出 FGV控股正在和多方磋商 考虑脱售手中大马糖厂的一半股权 FGV控股发文告澄清 集团正在为棕油以及白糖业务探索合作的潜能 包括上游和下游领域 MIDF投资研究认为 这项消息可能将会缓和目前大马糖厂岌岌可危的局面 如果策略合作持股真的是成 FGV控股的净利很可能获得改善 因为大马糖厂将可以通过合作稳定国内市场地位 甚至将业务拓展到国外 此外 售股也将有助于缓和大马糖厂 因为柔佛新白糖提炼厂房 目前产能过剩约100万公吨的问题 如果最终受股失败 不排除FGV控股会脱售大马糖厂的柔佛厂房 以改善成本架构 在等候更多进展的同时 航家维持FGV控股的财政预测 目标价1令吉40仙和买入评级 云顶大马和21世纪福斯和解 减低了云顶高原户外主题公园的不明朗风险 OWG控股在云顶高原经营超过20个食品服务亭 和15个家庭景点 贡献净利40% 随着云顶和福斯官司的和解 估计户外主题公园开张后将会迎来更高的人流量 大马研究提高了OWG控股在云顶分行的盈利和赚幅预估 2021财政年的财测跟着上调21% 不过大马游客人次减少 造成光大大厦的TOP的销售量减低 再加上较高的固定成本 大马研究调低了2019财年的财政预测 若是云顶户外主题公园比预期更快开张 加上游客人数增加将可以激励该公司的前景 大马研究将目标价从先前的56仙提高至71仙 建议守住OWG控股 吞吐量破纪录至274万标准货柜 带动西港控股Westboss Holdings Perhat 截至6月底第二季净赚按年大涨36.54% 同时宣布派发每股6.74仙股息 首半年核心净利为3亿660万令吉 相等于达证券和市场全年净利预测的44% 还算符合预期 达证券将今年净利预测上调3.2% 但是将未来两年净利预测分别下调4.9%和5.5% 因为调整了未来三年中转口业务的增长预测 这是为了反映目前仍然不稳定的贸易前景 达证券将西港控股的目标价下调至三令吉83仙 虽然首半年的表现出色 但是评级有守住下调至卖出 因为长远来说贸易战并没有赢加 不往上词